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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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豆豆快乐学堂 我是主持人颜艾 小朋友有没有发现 天气渐渐变暖了 是不是春天要来临呢 小朋友有没有想要 做一点小饰品 来迎接春天的来临 没错 今天呢 先看到这边 我们的作品 今天就是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呢 段代做出来的櫻花和小喜鹊 这就是象征的春天的代表 那我们要做出这样 好精美好漂亮的作品之前 一定要先来欢迎KK老师 大家好 我是KK老师 很高兴今天能够为大家作品 老师今天已经帮我们带来 这样漂亮的作品之前 一定要先为我们指导一下 要准备的材料和工具有哪些呢 是的 好 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公分的段代 老师准备了这样紫色的段代来做小鸟 我们的小鸟需要的那个公分数 老师用一个简单的板子跟大家介绍 紫色板子 紫色段代里面我们设计了小鸟的翅膀 是6公分的 那身体是11公分 接着头部的部分 我们先跳过来看是15公分 接着这两条12公分是做头部跟身体 连接的那个修饰的羽毛跟尾部的羽毛 这个我们会让小鸟站在一支髮夹上面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支髮夹 再来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个樱花 我示范的就是我们示范品上面 比较大朵的那个樱花的尺寸 就是利用6公分的段代做成的 还有小花蕊 谢谢 好 老师跟我们解说了要需要几公分的段代 而且还相当贴心的做在这个板子上面 方便我们来看 好 那我们知道说 要准备多少公分的段代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第一个步骤了 好 我们先做樱花 那樱花的话我准备了5条6公分的段代 好 老师啊 我知道樱花跟这个喜鹊 都是象征春天 所以你才选择他们两个来做今天的作品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樱花在这个季节里面 最代表的一个季节的花 因为春天樱花开嘛 是 好 那我们就请老师一边做一边帮我们解说 好 那老师在做之前先介绍一下 老师今天使用的工具 好 那老师准备了剪刀 小夹子 小那个 铁子 铁子 再来针线 再来是QQ线 好 有热熔 热熔 热熔 那接着我们先做第一片的樱花 老师这个樱花看起来好精巧喔 真的很漂亮 谢谢 那想要学樱花的话请注意看 我们 利用六公分段带一条 我们会取这条段带的中间 这边中间 穿过去 那针线的部分准备好 翻过来从背面 喔 从背面的地方 对 我们先对折 看看中线在哪里 找到中线以后大概的位置 先下第一针吗 对 第一针的话是从下面 从正面往反面穿 对 那接着在中线的中心点 再过一针 再到尾部的部分穿过去 这样子大家看一下 最中间有穿一点点 可以仔细看一下 喔 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喔 好 那老师穿过去了 直接拉出来 直接拉过来 对 我们把线整理一下 好 注意看喔 老师现在把它拉紧 喔 拉紧它就会有一个自然的皱褶 对 拉紧以后我们再打 再回一针让它固定 现在基本上很像蝴蝶结的样子 有 对 主持人说对了 回一针 我针这样回一针 拉过来 拉过来以后打结 直接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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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打结以后我们把它解减 多余的地方直接修掉 是 直到目前为止 我都看不出花瓣的样子 好 这样子 大家看就是主持人说的 类似蝴蝶结 对 我只有看到蝴蝶结 没有看到花瓣 好 这样子的半成品要做五个 就是我们台面上这四个 另外都要做起来 所以总共要五片花瓣 对 但是我现在目前只有看到 蝴蝶结的样子 可以比对一下 对 那我们把多余的时间 来介绍其他的步骤 这五个做完的话 老师就是先准备出半成品来 对 先打结 对 再把针线准备一下 跟大家介绍花瓣怎么成型 这样的蝴蝶结我们折下来 看一下 稍微有雏形了对不对 老师直接变身 帮它变身 好 这个动作注意看 我们开始要把它 这五个半成品的蝴蝶结组合 我们起针如果从下面 就一致从下面 一样我们找到中间的部分 把它勾一点出来 勾一针再回到下面 最尾巴 对 这样是一个 大家看 老师的针在这边 这样是一个 仔细看一下 好 我们接着要把其他的四个 一样都这么做吗 一样的 对 这样折起来 我们刚刚从下面起针 所以第二个也是从下面起针 所以统统五个起针的地方 都要一样 是 所以才不会乱掉 会比较整齐一点 所以你的花瓣才会长得很漂亮 很均匀 一样 这样的动作 所以老师现在穿过去都先不用拉紧 不拉紧 等到我们全部都穿完之后才拉 看到这个花瓣很精美 第三个了 所以这个步骤大家可以看五次 刚好还有五片 这个有一个局窍就是都是取中线 那到中心点再过一针 从一开始的平面的那个 还没有做成半成品的蝴蝶结形状的时候 也是用这样的步骤 就记起起那个我们起针的方式 好 这五个穿过来以后 这是第五个 对 第五片 穿过来以后我们要回头去找我们第一个 头找尾 尾找头 对 那回来这边找到我们起针的地方 对 我们找原来的地方再做一次 就是让它的线头可以在第二个部分出现 这样会比较牢固 也就是我们第一片的花瓣的尾巴做收尾 对 好 先给你们看还没有拉紧之前 好 铺平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样子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绕一圈 对 这样子五片 好 我们就把它拉紧 动作是要拉紧 拉紧 神奇的地方来了 拉紧的时候 我们同时把我们的针线整理一下 让那个线头能够顺过来 好像变魔术一样 对 拉紧以后收针 直接收 收针 好 这个是收在背面对不对 老师 都可以 都可以吗 对 都可以 好 这样子成心以后 我们就稍微整理一下 其实樱花的形状就出来了 那中间我们会准备这个紫花蕊 我们一般文具店就买得到的紫花蕊 有 好 我们把它对折 这样会更多那个球球 对 感觉那个花蕊的比较茂密一点 这样子成心以后 我们怕它上焦头之后会散掉 我们都会准备QQ线 让它先固定 直接缠绕 那QQ线是一个很特别的材料 它直接缠绕多圈一点 它就会直接固定 对… 好 就把它拉断 拉断以后 我们就把它找中心点的洞 把它穿过去 找一个中空的洞 我们刚刚拉紧的中洞的部分 它可以穿过去 可以利用我们的小工具帮我们的忙 你也是出马了 对 这样拉到中心 给大家看 看一下 看一下 对…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利用热熔腔的热熔 使用的时候小心 把它稍微做一个局部的粘贴 这时候要往内压吗 稍微…稍微让它干就可以了 不用压 轻轻的让它那个胶可以干 干了以后 我们的尾部有多粗的部分 就把它修饰掉 好… 这就是我们櫻花 先完成这个半成品 这个作品 看起来很难 其实运用一些技巧 做起来很简单 而且很漂亮 好… 那櫻花我们做好先放旁边 接着我们要做我们的喜鹊 喜鹊的话 我们会从身体开始做起 就是我们的11公分这个介绍的半成品这边 这三个断袋拿起来 我们会做一个米字形 我们会做一个米字形的排列 好…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排列先给大家拍看一下 拍摄一下 好…做一个米字形 米字形 米字形确认我们要的方位以后 我们会稍微按压 让它固定不要跑掉 那同样的利用我们的胶 这样等于每一层都要上一次 都不对 要…让它这三条能够固定 原来是这样 做出来的喜鹊很立体耶 这个一般比较少人设计成这样 那老师有稍微研究一下它的形状 米字形做成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两头 开开的六个头互相对抓 结合在一起 对 对抓 一样就要小心使用 所以老师 这个断袋最适合用的接着剂 就是热熔枪吗 目前我教学或者示范 都是用热熔枪 最适合 其实… 如果家里没有热熔枪 不用多花钱 你用一般的保利熔膠也可以 可是会不会你等待的时间 可能就要拉长 要 会比较长一点 对 因为你可能要辅助它 对… 热熔枪 因为它干是受温度影响比较快 对 好 老师这样一层一层堆叠在一起 对 那还有一个 我们就慢慢把它捏起来 好 那一样的步骤 刚刚老师这个步骤之前呢 是先把断袋排成一个米字形 然后再头对头接起来 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对 好 这样就是用热熔枪在中心点的地方 另外一边接起来 好 现在看到好像一个彩球的感觉 对…这个就是身体的形状出来了 对… 那接着我们一般做这支喜鹊的话 我们会把身体的比例先做出来 再来抓它头部 这样子才可以… 比例就比较好抓 对… 不会头大 身体小 对… 那我们这一次是准备15公分来抓头 抓头型的话 它有一个技巧就是看老师的手法 手法注意看咯 对…这个就有一点点要注意看 我们把它转一圈抓着 再转一圈 再转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微调 微调 那它有点两条分开来 可是不是分很开 一点点分开来 对… 这个时候小镊子非常重要 对 就是大概这样的形状 就一条15公分把它转两圈 稍微这样抓住 好…那抓住我们要的形状以后 我们会在这个开口的部分 好… 一样小心运用 因为它这个捏的地方 离你上胶的地方很近 对… 好朋友 这个时候可以请帮手帮忙咯 那转… 转过来 我们外面那层已经粘好 可是里面还有一层 大家注意看 这个最好… 对… 仔细看一下咯 老师的动作 这可能是要比较细节的部分 要注意 对… 好…这个头部的部分 抓好的话 我们稍微微调一下 微调… 微调让它有点开开 这就放边边 这是头部 好… 接着我们要做 这个小喜鹊的两个翅膀 先把它做成半成品 旁边的这个两个翅膀 对…我们就利用 我们刚介绍的6公分这两条 好…把它抓成水滴形 喔…这个注意咯 这样子… 往内… 水滴… 交叠… 对…水滴形 所以就要一边的头 上交… 水滴形我们现在这边是 右边再上… 的水滴… 有没有看… 我们等一下会用左边再上 让它对称这样子… 所以一边左边再上… 一边右边再上… 是… 大家把它交叠 就对称的感觉都出来了 好…这两个水滴 你会看到它… 对称… 好… 一个左边再上… 一个右边再上… 很明显清楚的看到… 对… 那我们接着 我们还是要把半成品先完成 就是它的… 秋式的羽毛… 脖子的羽毛… 跟尾部的羽毛… 我们是利用12公分这个… 两条… 我们先做脖子的… 脖子的羽毛它含了嘴巴… 那我们在对… 想要让那个嘴巴形状出来的话… 我会选择… 没有点点… 修饰的这个树面… 作为… 这样其实也比较层次看吧… 不会全部都有点点… 对… 那就是这样子… 大家看… 用它的背面来用… 这样子… 这样子… 折成这样子的形状… 看一下喔… 我们在中间… 这样子… 两条剩下的段带要一样长嘛… 对… 对… 这样子… 好… 膠叠住… 好… 这样子以后… 装出形状以后… 一样在这边上膠… 这个一样… 你压… 捏的手势要注意… 它很容易就跑掉了… 所以这个不要气馁… 很耐心地慢慢来做这个… 焦点动作… 好… 这个一样… 半成片… 我们就先放旁边… 那… 这个是脖子的… 含嘴巴的部分… 再来这尾… 底部的羽毛… 我们会选择… 把这一条折中线… 对剪… 直接对剪… 对… 直接对剪… 它的用意在哪里… 它… 折出来的… 两边的颜色… 会同一面… 看你要素色还是… 有点点的… 如果你直接对剪… 对… 你不要剪开的话… 你可能… 一面是有点点… 一面是没有点点… 好… 那我们就选择… 有颜色的当上面… 先连起来… 等一下还可以考虑… 你要用哪一边都可以… 老师… 做这个作品… 好像… 组装零件… 你把零件一个一个做好… 之后… 你再把它组合起来… 才会变成你的完成品… 对… 好… 这样子以后… 装出形状以后… 一样在这边上胶 这个一样手… 你压捏的手势要注意 它很容易就跑掉了 所以这个不要气馁 我们耐心地慢慢来做这个… 交叠动作… 好… 这个一样扮成品… 我们就先放旁边… 那… 这个是脖子的… 含嘴巴的部分… 再来这尾… 底部的羽毛… 我们会选择… 把这一条折中线对剪… 直接对剪… 对…直接对剪… 它的用意在哪里… 它… 折出来的… 两边的颜色… 会… 同一面… 看你要素色还是… 有点点的… 如果你直接对剪… 对… 你不要剪开的话… 你可能… 一面是有点点… 一面是没有点点… 好… 那我们就选择… 有颜色的当上面… 先连起来… 等一下还可以考虑… 你要用哪一边都可以… 老師… 做这个作品… 好像… 组装零件… 你把零件一个一个做好… 之后… 你再把它组合起来… 才会变成你的完成品… 对… 好… 那我们来组合我们的… 嘴跟头部的部分… 开始咯… 零件组合… 是这样子组合… 那我们会这样子组合… 仔细看一下… 给镜头观众看一下… 这样子组合… 你的嘴巴跟头要贴合在一起… 这样子… 这样子组合… 看到了… 先压住… 那接着我们就是要上胶… 就是这个… 重叠部分把它上胶… 直接上在我们要的地方… 就可以了… 对… 要捏…捏一下… 稍微… 因为热熔腔的… 热熔胶比较快… 它就定型了… 我们就放… 头部… 头部好了… 我们就把身体拿过来… 我们刚做的身体拿过来… 好… 选择哪一边都可以… 那有一个技巧就是… 我们要选择直的这个… 面对嘴巴… 这样子身体线条比较像… 因为它等一下要黏翅板… 会比较有空间黏… 好… 这样子… 我们要选好的方位以后… 我们就把它上个胶… 你要上在中心… 中央头的部分… 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的半层本把它黏上去… 黏上去的话… 我会稍微捏…捏一下… 让它固定… 黏得更紧… 对… 好…让它固定… 每一个步骤都其实是很简单… 只是都是要注意一下… 对… 那接着我们要黏我们的左右翅膀… 我们刚做的半层品… 可爱的小翅膀… 可爱的小翅膀… 好… 那左右翅膀我们就是… 拿其中一片… 把它上胶… 上在有点点的那一面… 对… 那… 上完胶以后… 我们有一个组合动作就是… 要把它黏在… 身体的那一条… 这一个… 这个部分… 仔细看喔… 这个部分… 就是它有一条中线对嘴巴… 那… 側边还有一条… 对… 側边有两条交接有一个空间… 那个空间的部分上次吧… 先用镊子捏一下 对… 那… 另外一边同样的动作再做一次… 好… 一样… 一样选择这个空间… 好看一下喔… 有没有看到老师接着在… 身体的某一条… 中间… 中间的旁边那一条… 对… 看到正面旁边那一条… 那接着我们会把… 我们准备的小夹子做底部… 让它能够… 小喜鹊能够站立… 所以… 你这个夹子本来就是… 有这样点点漂亮的缎带吗… 没有… 我是包缎带的… 喔…你自己另外包… 对… 夹子比较可爱… 大家如果有努力看… 痘痘快乐学堂… 每一次包夹的时候… 老师都有… 教给大家… 对… 所以今天准备已经包好的夹子… 对… 那我们的小鸟… 就会选择站立在这个方向… 就是尾部这边… 它可以支撑… 让它好像… 一个立体的造型这样子… 所以只要在拿热熔枪… 把它接着上去就可以了… 对…在接着之前… 我们会把底部的羽毛… 修饰的先黏上去… 好… 好…我们先黏… 最后修饰的羽毛… 底座的部分… 把它黏上去… 好… 那刚刚我们有把小鸟… 那个小喜鹊笔的方向… 摆上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利用… 这个… 修饰羽毛上面… 再上一点胶… 把我们做的半层皮… 把它摆上去… 摆上去的时候… 摆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 看你要调方位… 或者是… 转向都可以选择… 让小鸟… 朝哪一个方向… 好… 我们就随性把它黏上去… 然后再压… 湿一点压力压上去… 对… 让它固定… 那你看到我们… 主持人拿的作品里面的… 修饰羽毛都有… 稍微做修剪… 那… 我们这时候… 最后的时候… 就把羽毛做修剪… 修剪的话… 就是卷一个缺口… 抓紧剪缺口… 可以看一下老师的动作… 把两边尾巴先对折… 直接斜口地剪下去… 它就有一个… 斜口了… 出现… 对… 那我们… 頸部的修饰剪… 那尾部的部分… 也可以修饰… 再剪一下… 一样对折… 这样子… 哇… 这样象征… 浮… 浮器… 的喜鹊就完成了… 对… 我们的花跟喜鹊… 好… 那我们先谢谢KK老师… 为我们带来这个喜鹊… 还有樱花… 谢谢… 自己动手做喔… 就可以用这个缎带… 颠覆你的想像… 做出这样立体的作品… 不管你施加在哪一种作品… 衣服上的别针… 或是戴在法枯… 夹子上面… 都非常漂亮喔… 自己动手开始做吧… 下次同一时间… 记得收看… 豆豆快乐学堂… 拜拜… 拜拜… לע�! 不继 点… упünf… 不浅… 另一时间… 钘…